快来优酷YouTube频道看 你好呀 我的橘子恋人吧 有英语 越南语 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 泰语 字幕和配音版哦 点击右下角 加入会员 和我一起追剧吧 字幕 李宗盛 爱永远灿烂 爱你满星空 让你降落怀中 给你活的梦 会和你在一起 和春天游戏 躲下天的雨 看几只可不一卑 我无法行动 就像是一场梦 有多么希望 我以后的每一天 有你的笑脸 就请你陪在 请你陪在我的陪伴 这个玻璃房子也太童话了 我是陆总的秘书 你是司秘书 是的 你好 这里 以后就是你们的实验室了 有些事情 需要提前跟各位说明一下 大家住进的是 MU科技集团董事长 前CEO陆森 个人所有的庄园 这里有 且仅有陆总一个主任 所以大家务必遵守以下几个规则 第一 庄园作为陆总的私人员里 你们要保证这里的安全 不得多要公开 如果要出入庄园的话 需要跟我或者管家报备 第二 每天出门的时间不能早于十点 回来的时间不能晚于七点 否则不予入门 第三 所有进入庄园的物品 都需要经过审批 那我们吃饭怎么办 点外卖也要审批吗 绝对不行 庄园内有专属的食材供应链 会给你们提供食材 怎么吃都可以 外卖会暴露这里的地址 而且非常不卫生 我们不点外卖 这地方外卖也送不到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 这里酸鹤陆总的别墅 在一个庄园 但陆总的别墅 有单独的一道门 未尽允许 任何人都不可以进入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玻璃温室 是陆总的私人领域 请各位务必 务必远离 否则后果自负 麻烦傅博士一个小时之内 将星期五送到陆总的别墅 好的 是啥 到位 这庄固价太沉了 憋死了 什么 你们用我的脸做机器人 还要让我假扮它 你们脑子是不是有病 杉杉小姐 你听我们解释 其实主要责任也怪我 是我把你的脸当作面部模特的脸 直接给了工厂 那为什么不重做呢 密切 对不起 杨杉小姐 你人如其名 你是全世界最善良的女人 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对 我是善良 不然你们能吃到从三十公里以外送来的披萨吗 你老大呢 他怎么不来求我 副博士 副大博士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这种互相帮忙的关系了 你还记得我之前投简历的时候 你对我说过什么吗 智商低下 浪费资源 对不起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就事论事 我只是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你现在下来跟我道歉 并且说我是个天才 夸我作品识个优点 我就原谅你 我只认可真正的客气 你们看到了 所以请你们回去吧 而且要删除我的联系方式 把你那个宝贝机器人的脸也给我换掉 以后呢 不管是那机器人是他了 还是他疯了 都不要再来联系我 如果你们再在我眼前晃的话 我就告你们 侵犯肖像权 明白了吗 五万块 只要你愿意办一星期五一天 我就给你五万块 虽然我知道这个钱并不多 我杨山人是这种看钱的人吗 所有的星期五技术都可以给你看 我知道之前这么远你还愿意来送披萨啊 就是为了跟我学技术对吧 拉钩 我 长得真的跟我一模一样 星期五 可得打个招呼 你好啊 杨山山 你好 星期五 这 这太酷了吧 这种神奇又倍感幸福的感觉是怎么回事 这么厉害的机器人 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你要模仿他的行为模式 陆思恩和他对国话 要和二十六种语言 其中十种是小一种 你至少掌握三门吧 帅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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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时呢自己是这样 但是我们星期五呢 他体态很端正 水晓交叉 脸上保持略象 眨眼镜的频率 也没有你那么高 帅帅 我们星期五做放杯子这个动作时 会稍微止弱一下 像这样吧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源连接完毕 准备启动星期五 好 订阅连接完毕 能不能来个人 把这个盔甲先给我拖了 可成啊 让你穿上这个呢 是为了让你更加接近星期五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模式 你们这地儿还真不错 看来是不会拖欠我的工资 当然不会 时间紧迫 赶紧连接星期五 来 杨舍舍 把这个隐形眼镜戴上 小心点 这副隐形眼镜里面 直落超微星无线显示器 这是隐形眼镜 贴到你的耳朵内闭上 对 别插着呢 连接网络 好 简单来说 你现在就是星期五的阿班达 你看到听到的一切都会和星期五功效 照着说 照着做就可以了好吗 可我现在什么都感不到 跟正常一样 模拟一下 好 来 星期五 好 你好呀 富阳博士 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富阳 真有 这好神奇啊 二宝 开始行动 好好好 好好好 莎莎 咱们到了啊 保持警惕 哎 喂 谁呀 你有完没完 你个小偷 终于肯接电话了 小偷 打错了吧你 陆总来了 杨婶婶 你最好了啊 我的项链是不是你呢 在我起诉你之前 你最好立刻马上把它还回来 哦 原来是你呢 我请告诉你 你赶快把投锁给我撤销了 不然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你信不信 今天之内如果不把项链还回来的话 你就等着收法院的船票 谁拿你项链了 你这人不给项链那么倒打一盘呢 我说你 别让我见到你啊 不然我见你一次带一次 陆总好 你好 陆总密码是6688 走 能善事和星期五的连接稳定吗 一切正常 老师 好 小深备 暗号 石粉 好 我 我有啊 大家都 请请我 你好 我的妈 这张脸 不是前两天那个拖枪我围款的讨厌鬼吗 请破损 货物有破损 我不能给你付围款 怎么在我这儿好好的 到你那儿就有破损了 你是想耍赖是不是 你弄坏了他居然还想跟我要钱 给我下车 你让他干什么 你让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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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回来 被发现了吗 怎么办 活出去 先装死 你让他跑 我peut 你别连干什么 机器人没有指示 不能乱动 你让他跑快睁愿 快睁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陆森来电话了 我估计要颤颤她 喂 你好 陆总 开机之后不是你好 亲爱的陆森先生 而是我的妈呀 这干嘛 觉得我好糊弄是吧 没有任何指令突然大喊大叫 这样的机器人也想蒙混过关 钱不想要是吧 对不起 陆总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 别慌 她说的是机器人不是人 没露馅的 来 是这样吗 是 是这样的 陆总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 快说我说什么魔术 朋友模式 星期五分 远用模式和朋友模式 是 我的妈呀 是庞弄模式的开机器之一 这是我们阿尔巴顿的亲自为你设计的销利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是吗 感觉 还是有点奇怪 陆总你感觉奇怪是因为 是因为你自己 朋友模式下 星期五每次开机会自动分析验前置的颜值水平 比较相应的行为模式 而 这句惊惚 最高级 是颜值最高的人 才能得到的成功 是吗 那要怎么切换回运营模式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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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怎么切换回运营模式 是吗 那要怎么切换回运营模式 长耳朵后门开机键三秒钟 重启就可用 可是我没有关机啊 他怎么突然就闭上眼睛了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很正常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进入了休眠 您一定在开机之后没有下拉指令吧 而是自动进入了休眠模式 对不起 为了省电 我们设置了最短的休眠时间 当您再次接近的时候 他就会睁开眼睛进行开机 就像 手机屏幕会自动感应 怎么就干 再次开机的时候 直接说设置休眠 之后根据语音指令 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有什么问题 您再给我们打电话 老大 刚才你说那谎说的 是这么样的 我对不起科学 关键是 他真的相信了吗 他可是智商一百五十九的科技公司的老总 颜值评估 看来我的颜值已经让你惊叹到这种地步了吗 还真行 怕不是个傻子吧 不过 我允许你当我朋友了吗 我允许你当我朋友了吗 嗨 请请我 你好 亲爱的卢森先生 请问有什么吩咐 那我们就开始吧 将我设置成你唯一的主任 那么请和我握手吧 那么请和我握手吧 那请和我握手吧 只有这一种录入方式吗 是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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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西西陆路 已经录入陆森为星期五唯一主人 你好啊 我亲爱的主人 你好 我 亲爱的主人啊 好 那就 休眠模式 设置为永远不休眠 一个机器人 我买来又不是让你睡觉的 休什么免 不愧是周八匹啊 谁给你干活 真是倒八辈子血眉 星期五 你可太惨了 好的 休眠时间 已设置为永不休眠 他就这么相信吗 忘了 可能是因为陆森 先见过星期五的机械身体 所以根本不会怀疑眼前这个 是真人 因为过于确信 反而忘记了真相 这样看起来也跟家里的其他电器 没什么区别嘛 好 请求我 你要怎么证明自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呢 那主人 你要怎么证明自己是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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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一开机就出现Bug 得扣分啊 我这辈子最大的Bug就是认识你 你家住址现在被我知道了 你 死定了 清清五 你在干嘛 首先要对你进行硬件系统的全面测试 首先是斜条形 蹲下 站起来 举起你的右手 抬起左腿 放下 现在两只手都抬起来 右手画圆左手画方 同时啊 同时啊 加速 再加速 好 再快一点 斜条系统不合格 扣十分 五星期五 才不会这样 接下来是图案处理能力 这里是五百个图案碎片 你要在里面找出正确的碎片 拼出你主人的脸 接着开始 第一个图形 第一排左一 第二排右五 第三排右三 第四排左二 第五排六三 第五排 题目完成 你确定你完成了 是啊 你的主人那么完美 为什么会有个那么塌的鼻子 在我眼里您就是这样 难道主人对自己的长相有什么误区 对 用十七秒还答错 不及格 下一项 我们的星期五只需要三秒 就三秒 下一项呢 下一项 是不是在把你刻成雕塑 放在广场中央 本来我打印了自己的3D模型 想要测试一下你的立体空间感知能力 但是介于你的视觉处理能力那么长 直接取消 好 分析一下 今日I MU的股票 近日 护身创 同步高开 涨幅百分之0.8% I MU科技公司涨停 好 教授你放心 我发明的一线眼镜 可以使杨善善跟星期五的视角同步 只要星期五还在 任何问题都不成问题 就他这种问题还想难倒我们阿尔法团队 没问题 没问题 怎么有钱了也逃不过来停电的魔咒啊 怎么回事儿 为什么看不见了 哎 哎 掉线了 不要玩 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醒醒我干嘛呢 跟上 来 马中 给我抓这儿 你挑好了吗 嗯 挑好了 我觉得啊 善善挺机灵的 说不定能搞定 是机灵 机灵过头都都 我感觉这事儿啊 就没有它搞砸的 看到这个箱子了吗 这本书只有数字 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大的素数 你把这本书 第七页到第十页的核加起来 然后跟我们常州市的经纬度相 得出一个城市的邮政编码 然后根据这个城市去年GDP产值 在我国的排名得出一个密码 打开这个箱子 拿出里面的东西 给你三分钟 每超过一分钟扣五分 我一个账户上 都没超过四位数的人 哪算了明白这么多数字啊 稷齿 开始 太难了 这都啥呀 要不逃走吧 只要把这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了 只要把这盒子里的东西拿出来就可以了 你可真是我见过最傻的大傻了 不过 你今天是不是又哪里不一样了 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是一样的 你别动 你别动 不太年轻了 你还不帮我 你还不能帮我 你这么多森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看起来人公人家的 实则心里是个变态是不是 怎么一眼就长耳朵伤 一眼颠颠颠颠颠 你信不信我打死你 彻底忘了 一个亿让她上身给妈妹了 印象少了是三个亿 嗨 嗨 嗨 我的名字是 Kulijia Smitar El Vuj 丧罗老师 出问题了输入故障 杨胜胜 不弄 杨胜胜 你不弄 星星五彻底晃了 我也是 对不起 陆总 这件事情的责任在我 你们这儿没进行 防御系统的责任测试 对不对 你们能不能把心思 放在有用的地方 控制系统不稳定 防御系统那么敏感 我不过就是想听听 她的核心处理器 有没有异性 居然指着鼻子骂我是变态 我可是她的主人啊 语言系统紊乱 语言系统紊乱 机器人是不会骂人的 是语言系统紊乱 原来您够好的体验 我们增加了四套语言系统 我犹豫还没有调试 出现错误 问题还不少 测试我不满意 今天的问题没有解决完 我们不会正式谈合作 启动这么不成熟的项目 对IMU的用户不负责 还能继续合作 我愿意 当然不是 我们会尽快完成任务 对了 她 那个 胸部 是不是 比昨天大了 是膨胀了吗 爆炸的话你们怎么负责 我现在正在等于 那钱给了更换电池 所以换电池之前请您 千万不要碰它 以免出现问题 又滚滚了 真不是普通人 算了 不合说脏话的人理论 是我的原则 请就我 运营模式 亲爱的主人 需要帮忙吗 现在进行最后一项 外形设计分 这个五官哪 单独看 都不算精致 整体凑起来还行 对 皮肤吧 素面朝天 但整体状态还不错 综合 六点五分 谁给你权利评判我的长相 你应该庆幸 如果你低过几个分 我就立马把你退货 也就是说 我不论有什么功能 你就直接退了吧 主人 那也不是 那你为什么要说退货的话呢 而且机器人的价值不在于外貌 主人的审美也太过片面 不代表所有客户的想法 那是 我明白了 你这个机器人 一口一口叫着主人 实际上说出来的话 每句话都是拐着弯给我抬杠 我 是你的主人 你应该说什么话都要听我的 我说的都是对的 有我生气 扣二十分 什么人呢 幼稚 不可识别 不是 没事了吧 刚刚对我做了什么 我 我刚刚识别出你需要帮忙 所以采取了急救措施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真是造孽呀 竟然救我个冤奸 谢谢你 爱妮有没有发现 早上进去那辆金杯车到现在还没出来 是啊 这还是这两个月一来第一次 又和我们一样朴实的车出现 你今天的表现 依然非常吓人 好 听好了 我呢 是看在钱的面子上 咱俩的恩怨没有一笔勾销 星期五的脸马上给我换掉 我不想天天看着那个人说什么亲爱的 好 上下小姐 我们的钱款还没有到 等到了之后会立刻换掉的 这个 是你今天的老物 我就拿这么多吧 剩下留给你们 行 就让我先走了 好 真是 住个地方又够奇怪 然后机器人跟人也分不清 算了吧 没款我就不收你了 就当是骗你的部长 去过来打杀 主人 您今日摄入糖分已超标 请减少相关视频的摄入 Max 不得不说工作的时候过于严肃 不懂变通是件无趣的事情 主人 准处ats 习惹能量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不要过量 不得不赖 主人 您的收藏证明了你的眼光 能给我讲讲吗 主任 我们一起玩吧 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机器人 陆森 来 打得怎么样了 明天开始把星期五送到别处来一个月 我要进行深入测评 我们不是说好就测试一天吗 怎么 老板做决定还要跟你说明理由 另外 定金的部分 我已经让司秘书答给你了 谢谢 不过真的不行 给我一个能接受的理由 是续航问题 星期五的功能强大 所以非常耗电 可用的时间非常短 给我一星期的时间 我把它的电池换了 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介意 有电的时间能用就行 其他时间让它待在实验室充电 真的不行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明天要么让我见到星期五 要么等着违约赔偿 所以 你 林江为什么到非洲了呢 三比二看看啊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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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 chi 满 気 闭 小情 奇 是 帅 开了一盏灯 爱的神 不如爱的诚恳 你的玩具散寒冷 唤醒了每个 沉默清晨 没尝过孤独的滋味 也不曾感到伤悲 注意我遇见了你 为你流过泪 也为你经历过狼狈 虽然痛苦一切都已经无所谓 我想我做好了准备 永远陪在你周围 终于我遇见了你 终于我遇见了 最爱的你